假日暖洋洋,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角色的人设可能不那么讨喜,接演之前会有疑虑吗? 角色跟你本人会有哪些相似和不同之处呢? 你觉得高俊玉是渣男吗? 演绎起来会有哪些挑战? 角色比较渣,害怕招骂被观众嫌弃吗? 听说角色后面会有一些反转,高高渣会洗白吗? 会关注网友的评价吗? 没有 听到好评之后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心情还不错吧 第一次拍就能把它完成下来,我就挺开心的 然后没给大家钱麻烦 没给那些导演啊,包括各个前辈们耽误他们的时间 或者说影响这部剧的质量,我觉得我就挺开心的 大家可能会对剧中造型有一些争议 你自己怎么看? 我对高俊玉把我真的是30天没穿过的颜色宣传 我生活中基本上全都是深色系的衣服 而且都是单色系,我不喜欢穿有花纹的衣服 而且我也不会带大金链吧 这次也是真的是为了这个角色的性格 可能就必须要穿着这些华丽胡罩的这样,特别浮夸的衣服 观众如果说觉得造型有一点点土,有一点点潮,你介意吗? 不介意啊,我觉得高俊玉这个人的审美就不会特别好 你不觉得这里面的,我这个衣服造型有点滑稽吗? 就有点像喜剧人物,所有的造型,帮你塑造这个角色,你就可以往喜剧上偏嘛 这次造型打碎了贵公子的滤镜,是豁出去半丑的这种感觉吗? 我最讨厌别人说我是王子,因为我觉得这什么贵公子啊,王子这些角色很无聊 我拒绝的所有的戏剧全都是这种类型的角色 高俊玉这个还是满足了我很多那个内心内心 搞笑也好,恶搞也好,就那种有趣的东西还是体现出来一些 这个我在别的角色里面也没办法去演 你看我演小说,我演怀的希望,我不可能这种演吧 反而很舒服,很放飞,很有意思,很自由 这次你特别没有包袱,拍完之后看镜头回放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这种角色你碰到的机会不会很多 会想办法把它做到极致一点,或者说夸张一点 它这个设计这个桥段,它就是纯那种喜剧,有点无厘头的风格 我从常很喜欢看周英池这些喜剧,包括金凯瑞这些东西 脑子里面都有那些印象,就靠你的表情,或者靠拍摄手法 一些什么就很奇怪的角度去做成一个画面 在符合情境的情况下,对相对来说夸张一些 是因为自己底子好,不怕做夸张扮丑的表情吗? 我很喜欢扮丑的,就一直没机会而已 你看我自拍有一张好看的,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机会了,要施展一下 好多观众都心疼你太瘦了,能透露一下现在的体重吗? 现在有尊重吗?大家都很关心你有没有好好吃 在好好吃,但是没胖多少 在你眼中姚晨和白鱼是怎样的演员? 定义认真,然后很真实 首先大姚姐是一个我非常尊重尊敬的演员 因为我看过她很多的作品,也是我青少年时期的偶像 说吧 我怕她造我,包括五年半中,然后潜伏,这个我都很喜欢 然后这次跟她合作,首先就是压力很大 她是个非常敬业的演员 就她会在开拍之前把所有的调度,然后每一个空间去设计表演 就是要把剧本跟逻辑率特别顺,然后才可以开始拍 这样你拍起来就会很顺畅 所以她表演出来的东西就是很完整,而且很真实 我跟白鱼一样大,我们又是一届的,算大剧 我们俩私下也有很多教练,她很喜欢唱歌,很喜欢音乐 非常自然的一个人,在一起相处得很融洽,也很舒服 就是两场戏,第一场吵架,第二场她揍我 她揍我那场戏,我们提前要把所有东西全都安排好 全都设计好,然后她就说这个东西只能一变过 那个玻璃瓶,它的硬度跟真玻璃瓶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你不会受伤,是因为它没有碎玻璃 所以其实那一下打得还蛮疼的,白鱼是个很善良的 我现在感觉是特别不好,我说没关系,我说大家在工作 平时你们在剧组相处私下的画风是怎么样的? 嬉皮笑脸 走来熟了以后,然后就不停地开玩笑 每次开拍之前,在监视器的走词 不停想就卖点子 各种各样的想法,天马行空的 很有意思,很融洽 拍摄以来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场戏? 其实就是上厕所的一场戏 那一场戏拍了很久很久 拍着拍着拍下来 那个厕所那个装置是去航拍三个机位 然后所有的舞美工作人员在那一起配合 同一个时间点,那个厕所才可以打干 那个装置做的其实不是特别好 老失误老失误,我被那个门往里砸过好几次了 拍了好几遍 剧中有被男粉丝抢吻的戏码 演起来自己会害羞尴尬吗? 我跟女演员的这个亲密戏没有什么尴尬的 我在舞台上也这么多年 我演过很多这样的东西 要是被男粉丝抢吻,这个真的是第一次 而且那个男孩是我们组化妆师 我们私下很熟呢,每天都能见面 就开拍时间就过来跟我说 龙哥,我这次绝对一遍给你过 我最擅长的演这个 没想到,那真的是太真实了 那一下简直简直给我弄了 自己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很好玩,很有意思 我很喜欢演这种喜剧类的东西 你看平时在舞台上演那些英雄主义啊 悲观主义的东西演太多了 你看演这些东西真的蛮有意思 你内心压力没那么大 你心理负担也没那么大 就相对来说是自由一点 还挺开心 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的感情观是怎么样的? 平静,平常 如果谈恋爱的话 你觉得自己算是理想男友吗? 我觉得我不是 我性格有点古怪 因为我是个很无聊的人 就是无聊有些时候他就无趣 你看我 我演出也好 演戏也好 我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想法和点 工作时候状态非常激情又饱满 有镜头 我生活中是特别 特别平静的 剧中有一场公开求婚的戏 现实当中你也会这么浪漫吗? 不会 我是一个非常不愿意暴露私生活和生活状态的人 就是我除了工作 剩下的时间我希望是我自己的 我非常不喜欢被打扰 我也非常不喜欢被所谓的注视 我现在唯一还适应不了的就是 我现在出门有的时候会被认出来 会被拍或者会被怎么样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 未来会多演一些影视剧吗? 有机会就演了 碰到感兴趣的角色 或者说很感动我的故事 我这时候有好的剧本 有好的团队 我想去跟他们合作的话 我还是会尝试 什么样的剧本会比较容易吸引你呢? 我是很喜欢尝试演 没尝试过的角色 第二个就是跟我本人要反差大一点 就是最好是我身上没有的一些特质 在这个剧本里面我看来 我好像没有这种东西 生活中也没有 舞台上也没演过 我显得想去演一演 尝试看看我演说是什么样的 大家都说你演技靠谱 并认为你是剧抛脸 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 对啊 这就是我想要做的 我觉得演员就是这样 你看到很多好的艺术作品 好的人物设定 包括他们的故事 那他们的人生 你在现实生活中是没办法去经历 那有这么一个机会 你可以去经历他们这么多丰富的人生 精彩的人生 有好有坏 有痛苦有坏 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事情 未来会有哪些工作计划? 我今天要复拍 然后月底会在上海演 现在上海演 然后后面有可能会许演 还没有确定 今年还会继续拍戏吗? 我还要去拍个电影 那个电影的风格 是我觉得很少见 它是非常偏欧洲的一个文艺片 或者是文化片风格的一个电影 我觉得会拍出来 会不太一样 感谢观看